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SmartCode和大家分享大學戶 其實就是日式的焦糖番薯 和中式不同的是它是鹹鹹甜甜的 首先我們把番薯去皮切條 放入凍水中 浸泡大概10分鐘去除多餘的澱粉 印乾水份 預熱油鑊 放入番薯條 炸到中心完全熟透 盛起隔油 在另一個鍋裡 混合調味料 糖 4湯匙 味淋 4湯匙 酒 2湯匙 日本醬油 1茶匙 開中火 煮至糖漿沸騰 當糖漿開始濃稠後 就可以轉小火 放入番薯和炒香的黑芝麻 炒均勻就可以了 大家都試一下 大家試一下